大家好我是小屁 想必大家都對昨天韓服更新騎士的增強幅度有驚訝到吧 這部影片就是要來介紹一下 實際上在遊戲中玩到的新技能以及更動還有怎麼樣入手 影片開始前請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並且打開小鈴鐺 首先就是全新的這一招白技 扔子武器他是耗三點魔力 八格距離的開怪技能造成傷害並且降低物防 但是他沒有說你如果把目標怪物打死之後會重置 他沒有講到 這個是60等以上的角色可以來做學習 並且他的門檻蠻低的 他是魔法阿嬤3000萬就可以買到的白技 好那接下來就是雙手劍精通 雙手劍精通他這次有多了一個增加武器的攻擊距離 經過驗證的話他是增加一格 所以說現在拿雙手劍你如果覺得習得雙手劍精通的話 那你就是兩個攻擊距離 那這邊蠻多韓國玩家也開始在感覺無奈 就是騎士的一些變身比如說阿頓啊 或者是之前的干特啊 之類的 他們都還是一格而已 所以你今天如果是騎士的話你就被迫要用兩格的變身 這個蠻不合理的 包括未來這些原本的騎士變身會不會變成兩格 就看NC怎麼來做選擇囉 好了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影片內容啦 如果你還有任何的新的消息問題情報 也歡迎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以及把這部影片分享給所有喜歡玩天堂M的朋友們 小屁LINE的社群也歡迎掃描加入喔 我小屁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掰掰 我們會訂閱小屁Bee